那么经过上一轮的大浪淘沙的比拼 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二关 小天才 棋逢对手 大提时间 我们有请十位少年出场 我们这十位少年已经站在舞台上来了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感受 贾丁 你的感受是 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这个手还在抖 来 放松一点 我就有一种紧张感 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第一是不可能的 今后夕 你的感受是 我是有点紧张的 是有点紧张 并不太紧张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不管闯没闯过 只要就是参与这个游戏的 都值得留念 大降风度 掌声鼓励一下 好 如果你们第二关 能够顺利地闯过 也就是说有六位选手 能够获得两枚国学勋章 好 现在 答题 开始 小天才 棋逢对手 闯关规则 场上十位少年同时答题 答对前用时最短的前六位 闯入下一关 同时每位闯关成功少年 将获得两枚国学工艺勋章 设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记载着两万八千年以前 就已经出现了 这是我们考古的发现 那么大家都知道 王昌宁先生有一首诗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但是龙腾飞降在 独角独马渡阴山 好 你们知道这个飞降啊 是谁呢 李广 对 李广最擅长的就是骑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考大家的知识 就是这个六亿文化当中的设 接下来我们就考大家第一题 请准备 《草船借鉴》是三国演义里面 一段很有名的故事 后世根据这个故事里的相关情节 编出了很多邂逅语 请问下列哪一个选项的邂逅语 编排的不太得当 A 草船借鉴多多益善 B 草船借鉴坐享其成 C 草船借鉴有戒无还 D 草船借鉴弄假成真 好 请看 正确答案 弄假成真 我看到场上有些同学 表现得遗憾的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答题的情况 有九位选手回答错误 只有谢宇先回答正确 这一题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先来赶快看一下 场下的选手 答题的情况 老师 我觉得应该选A 这个多多益善不是韩信吗 不是草船借鉴 再来 再说草船借鉴这个故事 多多益善是讲的它的 箭收得多 而不是讲的是越多越好 好 请大家暂时把手放下来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意见 现在我们让两位导师伤脑筋 刚才几个同学 他们对三国演义这个情节 其实都很熟 草船借鉴 既然是要去借曹操的鉴 当然是越多越好 对啊 所以草船借鉴 多多益善 是编得还不错的 大家注意啊 它问题是不太得当的 是哪一个答案呢 可能有一大部分的同学都看错题了 或听错题了 接下来这一题就跟射程有关了 请看题 在冷兵器时代 能远程攻击的武器 在战场中往往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请问下列哪种武器 可以用来远程攻击 远程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 奴 哇 场上十位选手答题的情况 请看 我们只有杜天刚同学 这一题没回答正确 我想问一下天刚 你选择的是什么 毛 毛 为什么 毛不是那个扔吗 天刚 你的想象力很好 因为毛看样杀伤力还比较大一些 对吧 他还很有想法呢 不毛也可以投得很远呢 以前有一种叫投枪 如果小朋友看过那个神雕侠里 阳过 后来在襄阳城下 然后追击蒙古皇帝哥 然后一开始就是用了一把投枪投过去 本来可以投中蒙古皇帝 结果蒙古皇帝做了一批块嘛 那个枪就追着他那个马的影子 就在他后背就差一寸 然后立结了 毛掉地下了 所以这个弩呢 是标准答案 为什么呢 弩说文解字说 弩者是公有弊者约弩 就是加长了这个动力弊 所以他就可以射得很远 好 不要紧 我们还有的是机会 请答题 下列诗句中 与非将军李广无关的诗句 是哪一项 请答题 那么这一题 正确 蓝事 第7V百战环境甲 敬好 英文 明日清 好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 十位选手打题的情况 天纲 这一题没答正确 你选的是哪一个 A 选择的是A 来 我们来看一下A A 可是 我一开场 就念了这首诗啊 而且你没跟我一块念的呀 战时龙鹏飞将大 你们知道这个飞将啊 是谁呢 对 对吗 我看成有关的了 好 没关系 掌声给一下天纲啊 太紧张了一点 放松 好不好 五十储备量不是很高 你这才紧张 确实 但是龙城飞将在这个龙城飞将 到底是指谁 从宋代以来 就一直在争论不休 因为真正能够直取匈奴的龙城的应该是汉代的大将军魏清 还有获去病 对 还有获去病 但是非将军呢又是匈奴送给李广的外号 说非将军李广是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天纲 你要坚定信心 有时候呢 你看起来答案不是那么标准 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 未必没有探索的可能 对吧 对 要有质疑 掌声再给天纲 好 下一题呢 这个题目有点不一样 我们来看 它是一幅画 冰洗是古代冰上运动和表演活动的统称 包含很多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叫做强等 请问这个项目类似于现代冬奥会的什么项目 天纲你一定要看好 A 速度画冰 B 冰球 C 花样画冰 D 冰虎 好 正确的案是 正确的案是 速度画冰 好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十位选手答题的情况 好 这会儿田子润和今后夕没回答正确 其他八位选手回答正确 其实有很多这种运动项目在古代 它其实皆有军事训练和体育锻炼的双重功能 像冰锡 还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足球的前身 促军 最开始也是一种军训的手段 明白 后来演变为体育运动 再演变为娱乐活动 明白 好 掌声给一下杨宇老师 我看到一个小朋友 边啃指甲 边举手 这个题目很简单 简单在那儿 其实这个强等已经给我们答案了 强等 速度画冰 肯定要想第一嘛 所以你对那个图你并不太在意 图我都没看 我只看到强等这个字 然后我就想出来了 很聪明 你真是小天才 好 下一题 图中宫殿是哪个部位 我们在图上标识了四个位置 A B C D 请答题 计时开始 时间到 好 正确答案是 B 东电 好 我学少年答题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哇 唐尔卓 是1.83秒就答对了 唐尔卓我要特别地表扬 你每次不但回答正确 速度特别快 另外四位小朋友没有答对 但是没关系 大家振作精神 刚才我们十位国学少年答题的时候 我们场下的国学少年也在答题 我们看一下你们答题的情况 请看 我们场下答题的准确率要跟场上的比相对来讲要弱一点 但是我们掌声也给这七位答对的小朋友 我想问一下 一波老师 这一题对他们来讲是超出了他们的知识范围 还是他们能够驾驭 远远超出了知识范围 远远 对 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说不要说小朋友了 如果没有接触射箭运动的 估计连大学生也答不出来 我告诉你 当我拿到这个题的时候 我不看答案 我也答不出来 大学老师也答不出来 对 不妨 让他们体验一下 我们场上有一个道具 我们也请我们的嘉宾老师 林彬老师上台也试试看 好不好 掌声 来 邀请一下林老师 好 我选一位小朋友 顺然 来 看红心 拉满 拉满 发射 哎呀 掌声鼓励一下 好 现在林老师 轮到你了 哎呦 哎呦 姿势是对了 姿势还 准头还欠一家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给我一次机会 哦 刚才怎么骗了呢 往下 往下 下 哎呀 掌声鼓励一下 太棒了 谢谢 谢谢林老师 谢谢 厉博老师 你见多识广啊 你看出什么名堂 这个射箭是有门道的 嗯 一般 你要是瞄准 正中间射的时候 它会偏的 尤其你看 我们上图上 有两种弓 它那个 有一种反曲弓 反曲弓 你手如果 只是看着正方向啊 如果没有弓垫的话 你放手的话 那个弦归位 不是直弦归位的 而箭出去呢 也会舌形运动 很容易就偏了 哦 所以这个时候 弓垫电弦很重要的 这很讲究的 对 下一题呢 也是看图题 以下哪一个是射字 在甲骨文中的写法 我提醒各位 在甲骨文中的写法 请答题 时间到 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的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的答案 场上 十位 选手 你们的答题情况 首先看一下 九位选手 回答正确 掌声鼓励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场下的选手 答题的情况 请看 也只有一位同学 没回答正确 大部分的孩子们 都答得很对 因为甲骨文肯定是最早的 能够文献保存的文字 而我们知道最早的 造字的方法 是以象形文字为主 到后来才会有 会议啊 指示啊 行声啊 这样一些造字的方法 所以刚才那四个答案里面 后面三个其实都是会议字了 只有第一个答案 我们明显地看出来 是箭在弦上的这样一个图案 所以它是射 好 接下来 下一题 在接下来的答题环节中 少年们发挥出色 越战越勇 完全正确 全部正确 究竟成绩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接下来 你们的排名结果如何 以及场下的选手 是否有机会获得拼章的 我们请称欢给大家揭晓答案 有请 十道题已经作答完毕 那接下来 马上要来公布各位的结果 各位请看大屏幕 目前的成绩 九分的一共有四位 分别是唐尔卓 李欣杨 谢雨萱和吴甲丁 所以 首先我们要掌声 恭喜这四位少年 已经进入到我们的 下一关 接下来 我们要在其余的八分 也就是另外四位少年当中 选出两位 他们的成绩 都是八分 但是 用时相对时间较短的 分别是 潘育和 其余 所以 我们恭喜这两位少年 进入到我们的下一关 六位少年已经全部产生了 你知道你在答题的时候 最心急的是谁吗 你的其他三兄弟 每次答错 他们好像自己答错了 爆头啊 各种 我们有一句话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接下来 有的是机会 对吧 三位选手是这样 对不对 三位同学 你看 他们很成熟啊 对不对都不说 我们是成熟的男人 沉默事情 好 好 谢谢